好各位 我是Tim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后台节目 今天这个视频和正常 稍微有这么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已经看了这么多节目 电影的后台 但是有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始终没有接触 那就是动画电影 这种极具表现力 还有动感的人物 它的移动场景还有故事 是怎么构建出来的 那假如说我也想进入动画行业 我又会需要面对什么 这是很多朋友所疑惑的 非常感谢B站影视区的邀请 我们成功联系到了迪士尼 可以为大家来揭秘 一部动画电影的制作流程 那这次我们要讲的电影 是即将上映的动画长片 熊龙传说 它是一个年轻人 在战斗把世界回来 从破坏的灵状 而在做这些 她感觉她必须找到 一个秘密的魔力的狼狼 他们走过一旅程 去集团一群人 去帮世界回来 Ryia已经在过来 6年了 我们总是说 我们的电影都没有结束 他们只发布了 460美丽艺术 技术 你能想象 这部电影 由当好先生知道 那你对它肯定不会陌生 它在之前就导演过 超能路战队 还有海洋奇缘 这些广受好评的 迪士尼动画 那通常来说 制作一部CG动画 需要4年以上的时间 因为你像是一个上帝 是在创造一个世界 所以每个地方 都需要你的思考 细节量仔细想 就会非常恐怖 那《巡龙传说》 这样大规模的动画电影 其实往往一个编剧 根本都不够来想 整个世界观 所以说编剧 往往是一个团队 而不是单独的一个人 迪士尼动画的剧本 一般由多位编剧 共同开发 那在这里面 文字编剧在负责完 故事内容以后 就会转身投入 到下一个项目里面去 而动画编剧 就需要一直跟进 直到制作结束 那一下子就是好几年的时间 铺在这个电影上面 那在实拍电影里面 导演一旦敲定剧本 就会开始准备拍摄 但动画电影不一样 它在创作初期 就有多个故事版本 那同时分禁师们 也需要画出相应的故事本 让导演在创意上做取舍 所以有很多会浪费的本子 但这也没有办法 那只有在经过反复打磨 并且确认最终版以后 动画才可以进入到 一个叫做Previous的制作阶段 和视效开发阶段 简单来说 Previous就像是一个 动态的3D故事版 它可以提供镜头运动 画面构图 还有剪辑时间 那在这样一个地方 导演可以尽情演练 避免出现像特效都做得差不多了 但还想要回去修改 人物动作这些问题 那这样制作环节 也可以极大程度减少时间 以及沟通成本 那大家一看到这个五毛钱动画 就立刻能知道 自己需要在这个基础上 做一些什么东西 那在这之后 我们可以把接下来的 正式开始制作的过程 比喻成一个加工厂 那所有的元素概念 在确认之后 它们会放置在一个 大型的流水线上 来进行加工 通过给人物件3D模型 确定3D故事版 基于需求开发插件 设计不同质感材质 给角色绑定谷歌系统 再去制作动画 加上对应的特效 然后最后才是灯光和渲染 这些东西都是缺一不可的 那其实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我们挑几个点 第一是人物构建 早期3D动画电影 其实是有天敌的 那就是有的效果 确实是无法实现的 那比如说有很多毛发的人物 很多粒子 或者液态的东西 都是非常难以模拟 来做出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最早3D动画 是玩具总动员这样的电影 因为它们没有多少毛 那你就这么想 你在创造一个世界 你又要去定义它的物理法则 让观众看起来没有跳脱的感觉 而每一个毛发 都需要有独立的物理反馈 这个算力需求就太庞大了 那现在随着算力提升 算法迭代 我们才慢慢地能见到 这些有许多毛的人物 其实一个动画是大神 如果你去观察 你会发现 它的知识面是非常广泛的 绝对不只是动画本身 物理 编程 美学都需要懂 那一个角色的骨骼绑定 电脑又不会知道 什么东西是骨头 什么东西是肌肉 你都要用程序 去模拟物理关系 才去定义它 而且毕竟是动画 经常会有夸张 超越现实的表情 还有动作出现 那怎么样能够在美感上 和物理逻辑达到一个平衡 这是非常考验动画师的地方 那其实如果你想做动画行业 或者影视行业 我个人觉得知识面特别重要 尤其是物理法则 比如像灯光 还有移动 这些东西 最终你都脱离不开 物理和数学这些东西 那说回《行龙传说》 在他的故事大致确定之后 市校开发总监黄敏老师和他的团队 就需要去配合导演 把这些2D概念设计 转换成在电影中可以看到的资产 我们会运用大约以前不太会用到的颜色 这次我们也比较敢用黑色 偏向于一个写实的风格 Raya 它当然是一个基于南亚的一个展文的一个 非常非常杀手的应用 很无畏的一个女英雄 我们其实接近了很多亚洲人的一个表情 不会像是西方人这样 面部表情特别多 在主角Raya 的动作设计中 主创大量参考的东南亚国家 比如菲律宾 还有泰国的一些打斗方式 虽然说动画制作并没有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 但它们会先录下打斗过程 然后基于这些画面在萌版上画出动作 有的时候因为动作过快 分镜师无法准确捕捉细节 这个时候武术指导 就会把动作拆解开来来进行录制 像手机 吸机这样的动作都需要进行拆解 在Raya 这个角色设计完成之后 配音和动画制作就需要开始同步进行 在日本动漫的配音中 声优通常都是根据画面来进行配音的 但迪士尼动画所采用的配音方法 是先期录音 也就是等录音完成之后 再交给动画部门 让人物开始说话 这样的话口型可以对得更好 但是相应的就是表演的配音演员 需要情绪在一开始就达到导演的要求 那动画是在匹配口型的时候 也可以参考这些录像 按照音轨把每个音节分解到竹针 那比如像B A E O这样的发音嘴型 再去一针一针地配合做动画 那接着就是为什么迪士尼里的角色说话的时候都会显得非常生动 对比起像Raya出现的这些乌打写实画面 神龙Sisu这个角色就会有很多魔法场景 那比如在空中的这个水上行走 但龙在天上走的时候又没有载体 所以像这样的水滴特效 并没有什么实物可以参考 那于是负责角色相关特效的同乐老师 和他的团队就要开始基于水的波纹 进行一个新的创新 我们就考虑到比如说 石子打水的那个波浪是怎么样形成的 船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 那个水波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 柔化颜料滴在水中 那个颜色和形态是怎么样混合的 都是作为我们的一些inspiration 每一部动画的完成 大到整个故事的开发 小到这一滴水的制作 其实都需要非常多部门去协力完成 那这样一个四五百人的团队 要不断地沟通和反馈 才能把电影最终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精进和团结 这是做出一个好作品的基本 也是迪士尼动画 一直想要传达的理念 我说是一个重要的键 在管理这些人 我们都在工作的一个明镜 是一个明镜的观点 是一个明镜 我常常说 Ryot是一个角色 和450多的父母 因为我们都在她 跟我们的心 我们的DNA 在短片上 因为那是一种各样的方法 存在永远的方法 是因为 全国的精神 和所有的精神 都在做出一个 和兴趣 在他们的精神 收藏转发这个视频 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也欢迎你们留言 想要了解的节目 电影或者明星 还有公众 那或许下一次 我们就可以走进他们的后台 来为你解密 那我们 下次再见 好的镜头 能够展现出来的能力 对